Hello大家好,这里是今天游戏翻线,我是游戏一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的是贯穿两周的令人揪心的明日之子寺五人乐团选人危机 那么这贯穿两周的揪心选人环节呢,我觉得不管从技术上还是从情感上 真的都非常丰富,值得细品 那这一次的选人危机呢主要集中在三个队,两个人身上 那么我想聊的第一队呢当然是这个明日之子寺的人气王 气运联盟队,F-Man,胡宇童,成员呢有小熊,李仁奇,马哲和赵珂 这是他们的五人完整形态 那么事实上要聊这个队的这个拆队危机呢 他们队是拆队危机,就是选人环节就确定不拆队了 然后把赵珂选进来这个过程还比较顺利 但他们在之前呢讨论拆不拆队这个事儿就是讨论的比较揪心比较久 那么在讨论这个队的拆队危机之前呢 其实就让我,我看节目的时候一下子就让我回溯到第一期 胡宇童这个风靡B站的这么一个霸总选人但接连四败的环节 那其实当时他跟小熊组队的时候 我必须诚实地讲,我就是有疑惑的 当时我觉得胡宇童选择小熊 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他接连被拒绝 然后有那种就是身心都疲惫的感觉 那么小熊这时候提出主动组队呢,其实是有一种救命稻草的这么一个作用吧 那我觉得胡宇童在这件事情上 就在跟小熊组队这件事情上 在当下我看来他这个深思熟虑的程度 当然就没有他主动去选别人要考虑的就是周密吧 所以我认为他们对在之后的这个一些问题 或者说面临的一些危机吧 其实在蛮早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种子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胡宇童选小熊彼此之间这个了解 或者说这个认识都还不太不够深入 那么在这次的四人乐团变五人乐团这个选人环节呢 我觉得胡宇童组的拆队危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就是沟通共识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之前的片段中有看出嘛 因为我有一直追这个节目 那胡宇童说他之前就是不允许别人说想唱的不好 顾虑小熊的情绪 然后小李加入之后呢 他就觉得小李跟小熊要干什么 他从来不拦着 甚至他们取这个名字 幸运联盟这个名字他都不喜欢 他也没拦着 但我觉得这就是问题 问题在于你没有能够跟你的团员形成一个真诚 且有效的沟通机制 真诚的意思是说 你必须要把你最真实的想法披露给他们 有效的意思是说 当你要把自己有真实的想法披露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会认为这是针对他们个人的攻击 那么要做到这两点是很难的 就代表着你团队内部要形成一个良好的沟通氛围 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得出来 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人环节里面 他们团队的沟通氛围并不是很好 每个人都觉得很受伤 每个人都很伤心 所以陷入了这个拆队的危机 这是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我觉得 那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 我觉得他们的决策机制也出了问题 所谓的决策机制呢 其实就是说 在当我们团队内部有矛盾 或者是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太一致 大家相持不下的时候 我们最终事情还是要往下推进啊 那我们这个时候听谁的 或者我们是直接听某一个人的 还是我们用一个这个民主投票的机制 不管怎么样就是通过一个过程来形成 做出这个团队的决定 那我觉得从这一次的选人环节来看的话 我觉得气氛联盟内部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决策机制 但这个决策机制 就好像他们最开始讨论 选谁成为第五人的时候 为什么选不出来 其实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有拆队危机了 那拆队危机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其实就是第一步 他们的团队内部沟通共识做得不好 所以整个胡宇童 整个气氛联盟组 他们能在这一次的这个组队危机里面 展示给我们的就是 想要一个长久健康且持续的合作关系 我觉得沟通共识跟决策机制 是两项必不可少的重要节点吧 我第二个想聊的是严永强 其实我还一直挺欣赏强哥的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诚实 对别人善良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少年 那少年人的优点是很明显的 真诚诚实热情和善良 那严永强他的点在于说 他从参加节目到现在 真的就是一路组队一路解散 所以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 在这一次的选队危机里面 严永强的这个自信 可能就是被这一路组队一路解散的情况 就磨损的几乎都没有了 所以在接连收到这个水果星球的 这个非常强烈的邀请的时候 他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拒绝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值得讨论 就是我们可以在本周的节目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在他们在宿舍里面 再不知道第几轮聊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很为水果星球感动 我觉得真是一群执着的少年 好那张扬其实是说出了 强哥心里面心里最重的那个隐忧吧 是不是其实我吹得没那么好 只是因为我是唆呐 大家想要唆呐 那事实上在张扬点出这件事情之前 其实我说实话 我是没有想到严永强 其实心里面真正的隐忧是这个的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一直坚持不答应水果星球的邀请 更多的就是他的自信被磨损掉了 他感到了极端的疲惫和疲乏 累了 对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 这点我还挺惊讶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严永强是一个 其实思考的还挺深入的这么一个小孩 就是他能够很清晰的界定 我和我擅长的乐器 我和乐团 就是他一直在思考这些东西的关系 但是因为他没有自信了 所以当他在思考这些关系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 他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 也正确的理解到别人信任他的那个动机的 所以事实上 虽然说我没有想到 这个他心底最大的隐忧是张扬说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仍然觉得自信被磨损 是他在这一次的选人危机里面 这么长时间的犹豫和纠结的癥结所在吧 然后当这周 我看到强哥同意加入水果星球的时候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甜哦 我真的觉得我看到了爱情 是你妈妈妈 别哭 怎么说强哥 来吧 来吧 感谢大家的信任 然后 而且我真的觉得小智是一个非常好的Leader 非常合格 非常合格 最合格的F-Man在这个节目里面 没错 就是极度的有包容心 然后团队氛围也做得非常好的一个F-Man 我现在是最强的F-Man 最顶的 都别背背 喂他鼓炸 好的 第三个组呢 也非常有意思 可以说 第三个组是我这段时间看明日之子最重要的快乐来源 因为这个组叫五岁流声机 F-Man 沈正博 成员 廖俊涛 刘洋 居一鸣和哈拉木吉 同样的 这也是他们完整版的队型 那沈正博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 他是一个保护层照得很厚的少年 当然这是有特殊原因的 所以当他找到 他自己觉得处得来的队友哈拉木吉的时候 他想要这个队友的欲望就会特别强烈 你如果今天走的话 我陪你一起走 我过来 那这个队的第二个快乐源泉呢 就是 G一鸣 G一鸣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中二少年 而且我觉得可能这孩子从小确实在 比较粗放的环境中长大 所以他 当他面对那种曲折 细腻 长久和反复的情境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时候 他就懵得比较彻底 比如说他之前跟赵柯 就坎坷重重的配合吧 还有这次五人组选人的时候 沈正博刚被劝好 他又崩溃了 廖俊涛表示很无奈 他都不知道该追谁 沈正博和G一鸣呢 在我这个观众眼里是可爱的 是真实的 甚至不太好意思的说 很多时候他们是我快乐的源泉 不太好意思是因为有一种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痛苦之上的罪恶感 那相比之下 这个队里的廖俊涛就是比较镇定老司机了 但我觉得这不是麻木或者冷漠 这其实是因为廖俊涛他是参加过《明日之子》第一季的嘛 他也是作为音乐人 也已经在这个圈子里面努力打拼了几年了 我觉得他其实是深刻的明白 人和人之间如果想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合作关系 是多么的不容易 以及要经过多少考验 有的时候如果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其实也是在给对方减负 比如我想哈拉木吉 在被那个当场强逼加入这个五岁流声机的时候 就是录制没有中断那时候 就能深刻体会到那种被人喜欢的压力 真的是强人所难 对对对被人喜欢是真的有压力的 被人喜欢因为情感也是一种能量 或者说像沈正博这么强烈的能量 加到哈拉木吉身上的时候 他一定是深感压力的 说实话我真的看这个节目 没有看出来沈正博和哈拉木吉之间 有多亲密的感情 因为之前其实一直没有提示 他们这条线突然爆出的 对包括这一期可能稍微放一点他们的日常 但是也没有足够感觉到 但是看他们彩排的话 确实能够感觉到 哈拉木吉能够制住深圳国 对对对我觉得 我觉得廖俊涛真的是很辛苦 好那么哈拉木吉在这一次 他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了 他也是在这一次组断环节里面 一直像颜永强一样 在走跟流之间犹豫吧 他是而且哈拉木吉这一次 是那种特别典型的决定性瞬间 生活里的那种决定性瞬间 就是身心好像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但是前方又模模糊糊 若隐若现出现了点光芒 这时候你怎么办 那其实我觉得 其实选择不重要 面对你的选择才重要 如果哈拉木吉这一次选择离开 那么我觉得他可能就要 就是就要所谓的认栽 这个认栽不是说他离开就是栽了 而是说他必须要 要去承受这个已经离开了一个被大家注视的环境 已经离开了这个乐团能够带给他的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性 说白了就是一些人气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个利益吧 这是他离开要承受的 他必须要他必须要接受他会失去这些东西 留下的问题就是他必须要想办法给自己重新鼓劲 把自己从这种身心极端疲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我觉得从这一次他们排练的配合 以及作品的成品来看 我认为哈拉木吉的确有成功克服到这一点了 好的 选人环节呢 我想说的主要就是这三点吧 这三个事件 那明日日子其实我一直都有追 除了上次和凯塔一起聊了一下之外 后面我们一直没有做跟明日日子相关的视频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 我还是觉得这次这个乐团季的真人秀属性 仍然远远超过了他的乐队音乐的属性 这一点我觉得还挺遗憾的 因为我确实希望能够看到这群有技术 有热情的男孩们做出一点真正能留下 能被人记住的作品 而不是大家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参加的明日之子这是一个选秀节目 这样我觉得就还挺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 花在那些乐器上的时间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投币收藏 一键三连让我们嗨起来